請問你方便 接受我們的訪問 不好意思喔 我這邊很麻煩 巴米Q 從你來說應該麵包店比較好賺 如果同事一起賣咧 那我們問老闆請 來 老闆 回答 那我問一下喔 在疫情前的時候 大概平日跟假日的營業額 各佔多少 各佔50% 那在疫情18分之後 那營業額掉多少 掉了到6成 那後來你有 想辦法去補這個營業額的落差 我們說把外面的 白海鮮的 這次台那邊 把切割出來 變成一個便當製作產品 那整體現在便當的營業額 已經占到整個餐廳的 營業額多少 大概4到5成 你覺得開便當好賺 還是開餐廳的好賺 其實這種東西沒有什麼好賺好賺 只要你生意好 什麼都好賺 如果說現在有餐館 有陸續做快餐便當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 遞坑值來給他們建議 第一喔 你在轉型之前 不要需要跟你師傅 員工做好事 來溝通 第二點 那本來你說1萬塊的營業額 你10個人一桌 你只要50個人 你就可以做到一定的營業額 那你今天是100塊 你做到1萬塊 服務量體增加了 100的客人 才能達到這個營業額 所以整體的勞力的付出 會比較平衡 那你有什麼方法讓人工 快適去吃一個 第一喔 你相對的 努力的稍微做一點調整 要多關心他們一下 因為在這個調整四次換期的時候 他們的心情會起 那我問一個做便當 最怕炒菜有剩菜 菜量出菜的調控 有沒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煎風氣的時候 可以炒多一點點亮 那你 在尾巴要收尾的時候 叫減少 人家去控制 而且這個也需要做跟內餐 跟外餐做好溝通 假使下半年疫情怎麼結束 那你現在賣便當跟桌菜的方式 你會有並行嗎 我們一定會去並行 謝謝你今天我們訪問 來 喝茶 可以實現我的演員夢了 老闆最後走了還給我一個便當 看來他真的很想要演出上班黑客 那回到你剛剛講的 到底開便當店還開餐廳好賺 我覺得疫情過後 民眾的消費習慣改變 如果你是現在要投入做餐飲店的話 便當店會比較是適合效果 但相對做便當店 可能技術門檻低 競爭力高 你就可以採用 豪竹的方式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 便當啊 就是你的引流品跟客戶體驗產品 只要你便當做得好吃 就會想到你啦 所以啊 沒有不賺錢的生意 只有不會經營 博士網間 幫你拆解各行各業 怎麼賺錢 來 喝水